OK 就是這次我們關心的話是 主要是處理之前有遇到的問題 那 像上面是在有去介紹的部分這邊 有反應說 選擇的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下面的層次會 它會殘留在底 那這次我們就把它削掉了 的話 我們的綠床生態 跟有去介紹的部分 都已經把後面殘留的底部都削掉了 然後再來的話是 園區配置的地方 上一次反應就是說 在每一個區塊的部分 右下角這邊 原本有一些我們 自己放的圖片 那上次是說先把每個圖片拿掉 然後再請園區之後拿空拍圖 讓我們直接放上去 就是上一次說到的部分 那我現在把每一個圖塊都顯示過一次 就都把右邊的圖都拿掉了 再來的話 比較多的是廠商建造的部分 像原本是只有我9家的廠商 那這次我們就是 根據目前有的表單以及 表單照資料叫松阻的廠商做新增 那我先以其中一個人來做的決定 那就是我們把你們有提供照片 跟廠商簡介的廠商都已經放上去了 那就是目前就是 因為沒有影像檔的關係 所以它並不會跟電視角做連動 然後這次比較要注意的是 就是我們有稍微把判定的弄得精準一點 像假設說這一間公司祖經德 它其實是我們大部分的廠商的區塊 那我們就把它設定在它的中間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主要的判定的方式還是 就是以跟著弓線理動的那個指標的中心點為主 然後這樣它碰到了那個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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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次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這邊 文字的部分 因為... 呃... 新增的時候 好像沒注意到就是 太高了 那這次我們可以再回去修正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一次文庫的部分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一次文庫的部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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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